网川贤居赠裴秀才迪 唐 王伟 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缠缘 以仗柴门外 临风听木缠 渡头余落日 虚礼上孤烟 父侄皆余醉 狂歌无柳前 一文 黄昏时寒冷的山也变得更加苍翠 秋水日也缓缓流淌 我住着拐杖助力在茅舍的门外 迎风席听着那木缠的吟唱 渡口一片寂静 只剩邪照的落日 村子里升起屡屡吹烟 又碰到狂放的裴迪喝醉了酒 在我面前唱歌 住室 网川 水明 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南中南山下 山路有宋之问的别墅 后归王伟 王伟在那里住了三十多年 直至晚年 陪迪诗人王伟的好友与王伟唱贺较多 转苍翠一座鸡苍翠 转转为变为苍翠青绿色 苍为灰白色翠为墨绿色 缠缘缠缘水流声 这里指水流缓慢的样子 当作为缓慢的流淌界 听木缠 聆听秋后的缠儿的鸣叫 木缠秋后的缠 这里是指缠的叫声 渡头 渡口 鱼 又做鱼 虚礼 村落 孤烟 直升的吹烟 可以是以门看到的第一缕村烟 直 遇到 接鱼 路通先生的字 接鱼是春秋时楚国人 好养性 假装疯狂 不出去作惯 在这里 以接鱼比陪敌 五柳 陶渊明 这里诗人以五柳先生字笔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 又碰到狂放的陪敌喝醉了酒 在我面前唱歌 想更多的诗人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